美女房小师教会的意象 就是要成为神同在的居所 和圣灵大能运行的教会 我们渴望信徒能活出真实丰沛的生命 展开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和计划 同时也成为神手中的盐和光 把耶稣的福音和大爱传遍杀到越各地 从教会成立到现在 我们一直不断鼓励弟兄姐妹 要更生的认识神 认识我们的教务主 要求求祂的心意完成祂的旨意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接力追求的 不论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聚会 哪个年龄层或是哪一种活动 耶稣都要成为我们的中心 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地邀请你 参加美女房小师教会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展开你生命之礼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听我们今天祷告在祢的面前 主耶稣我们将我们要分享话语的时间 交在祢的手里 神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认识圣经的当儿 我们其实是要来认识祢 所以主我们今天分享的时候呢 先打开我们的心 先教导我们 给我们知识 在知识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更深地来认识祢 主耶稣 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是有计划 神的作为是为了救赎我们 所以主我们今天谢谢祢 我们将今天分享的时间 完全交在祢的恩手当中 让圣灵这样子来挑战我们的心 让圣灵这样子来启动我们 这样子来 使我们的热忱可以这样子散发出来 主我们今天谢谢祢 我们祷告是如此奉耶稣 祢所祈求我们一起来说 阿们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 其实就是我一直来跟各位讲这个 牧师讲古的系列 OK 我从上个前两个星期开始 我就做了这样一个 牧师 这样讲不出来 牧师讲古的这个教导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重建圣殿 OK 我们要分享的是 犹太人 重返家园的这个过程 在前两个星期我提到的是什么 我提到的是关于我们的历史 在历史的里面 犹太人是怎么样的 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 然后他们怎样的回归 那今天我们要详细来看这一段 那圣经其实是一本书 里面有66本书 对不对 我们旧约里面有39本 新约里面有27本 那旧约里面记载的 大部分就是关于 以色列人的历史 然后神通过先知 对以色列人说的话 也记载在里面 但是你发现到 这39本书的排列 不是跟着时间顺序的 你们注意到了吗 所以你们读完整本旧约之后 你会有点抓头脑 所以我到底在读什么东西 好像它的内容有点在跳 从这边跳到那边 那边跳到这一边 那基本上大的先知 是属于比较像 以赛亚亚 耶利米苏排在前面 所谓的小先知 就放在后面 可是他们出现的时间 却不是跟着时间顺序的 所以在鼓励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用 一些其他辅助的材料 或者是我跟你们 分享的这个时间线 来考察圣经里面 然后根据那个时间线 来把你们的圣经的 这些内容给放进去 你就对圣经 还有旧约有更好的理解 你就不觉得旧约很难懂 OK 我大部分的基督徒 他们读到旧约 就会有点 因为大家不喜欢考历史 可是大家读新约就很开心 因为只要告诉我 怎么去做 像保罗说的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 OK 你要那样那样那样 我也OK 可是你读完旧约 你根本不知道 神要我们做什么 OK 所以希望可以通过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来帮助你们 把一些的重要的事件 连接起来 来鼓励我们 Amen 好 我今天会用一些时间 给你们体整理一下 这个圣经旧约里面的 这个故事 特别是 这个关于南北国 和灭国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我要用一个时间线 那时间线呢 好像感觉有点小 我刚刚播上来之后 Vicky说 她有点看不太到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 看不太到的话 特别是后面那一群 比较 眼睛笑 被鼓励的 这种姐妹 你们可以上前来做 OK 如果你们今天有空的话 你们今天如果有空 OK 有时间 我鼓励你们回家吧 哈盖书 哈盖 以色拉记 还有尼西米记 一次过读完 一次过读完 它不会很厚 哈盖才两张 其实不会很多 就把它读完 你们就会对我今天的分享 有更深刻的理解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投影 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王之后 不论是子民 或者是君王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 背弃了神 然后他们 他们的背弃神当中 其实神并没有真的是要来毁坏他们 或毁灭他们 其实神一直不断的拆派先知 来鼓励他们 来责备他们 来提醒他们 你要回转 回转 那我也跟你们说过了 在南北国分裂之后 从第一代君王背弃开始 OK 到北国以色列王国 一共过了两百年 然后直到南国 犹大灭亡 也过了三百四十五年 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时间 你们就明白神 其实对我们的怜悯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他的耐心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当你们经历困难的时候 觉得神放弃你的时候 要告诉你自己 OK 你要告诉我说 神 我知道你没有放弃我 因为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真的是每天都是新的 真的是足够我用的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表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 整个巴比伦的统治 其实神 他的子民 真的是忠言逆耳 没有回顾 没有回应神 也没有去向神来敞开他们的心 甚至言悔改都没有 所以结果到了公元七百二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整个亚述国就攻陷 北国以色列 所以你看到这时间线的里面 我们从北国 南北白色的 就是南北分裂之后 他们就进到一个巴比伦的一个统治 然后再进到一个波斯的统治 这三个的时间线 到了公元七百二十一年 那亚述国攻陷了北国以色列 对不对 所以北国以色列就亡国了 No more OK 他们全部被掳到亚述国去 而且这群人 被掳到亚述国这群人 其实永远没有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你之后读的历史 都是关于犹大的历史 所以从被掳回来的人 都叫犹太人 明白了吗 他们是跟着Juda 所以变成Jews 所以犹太人真正出现这个字 是在他们被掳回来之后 OK 所以在七百二十一年 北国就亡国 完全的就灭国了 然后在不久之后 其实再看红色那一部分 因为亚述国虽然他攻陷了 那个北国 他们很强大 可是不久之后 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就出现了 他叫做巴比伦 就是红色那一部分 他出现之后 他们其实就 就击败了亚述国 他们就吞掉了亚述国 然后还围攻耶路撒冷 他们在围攻耶路撒冷当中 也成功的使犹大沦陷了 红色的部分 这个巴比伦人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有点混乱 因为他也称他为 迦勒底人 OK 所以巴比伦也称为迦勒底人 所以你们看你们圣经版本 如果你今天读的是和合本的话 你会跟我讲东西是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读的是新译本的话 你可能看的字和名称 跟我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有点混乱 所以鼓励你们在听我分享的时候 稍微记一下笔记 那其实很多人在红色这个部分 犹大其实后来也被巴比伦攻陷了 OK 巴比伦就攻陷了犹大人之后 他们就把犹大的人 分批的其实带到了巴比伦去 很多人以为说 原来他是一次过把全部人带到巴比伦去 其实并不是 OK 他们是分三批 三批的人慢慢慢慢 把他们送到了巴比伦那边去 OK 在公元606年 给606年 他第一批的人就去到了巴比伦 这批人是谁呢 这批人是皇族的人 或是当官的人 有权势的人 饱读诗书的人 所以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这一群人当中 就包括但以理 所以你记得但以理吗 他被掳到巴比伦去 对不对 他就说好 为了要爱我的神 为了要尊荣我的神 我就不要吃奉献给巴比伦的这些神明的祭物 他就进食 他祷告 还有他的三个朋友 跟他一起 所以整个但以理书是出现在巴比伦的时代 他本身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一批人当中 公元60 公元前606年 OK 后来呢 到了公元前597年 第二批的人就被掳过去了 第二批人过去当中 还包括谁 包括我们很著名的先知 以西节 所以先知以西节被被掳的过程当中 他就写下了以西节的书 告诉他说 你们不要弃 你们不要放弃 因为神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回我们的家园的 所以发现以西节就出现了 OK 到了公元586年 OK 这过了那么多年之后 差不多过了二三二十年 终于 终于 整个犹大的人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同时间 巴比伦王非常的残暴 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给烧毁了 把整个城市给灭掉了 所以那一片本来是 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在大卫的时代有圣殿 所罗门的时代有圣殿 对不对 到最后呢 他们就整个亡国 整个国家就变成一个废墟一样 因为他整个被扫毁了 所以犹大就变成一个荒芜之地 从流南与民之地变成一个荒芜之地 在这个时候 犹大算是完全的亡国了 完全的灭国了 OK 所以很多人在这种圣的眼中会觉得说 这个犹太人 这个以色列人好了 他们的历史好像已经结束了 神的子民的历史好像到了一个终结 That's it No more 会觉得这样子 可是神是怎么说的 神他的计划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看的跟神看的 人的计划跟神的计划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 历代之下 36章 17到23节 这个经文 很特别的地方在于什么 这个经文呢 其实是作者 把当时发生的事情 跟70年之后的事情 做了一个总结 告诉我们 所以在读历代字下 之后呢 你读以色拉记 对不对 Ezra 大部分的学者觉得是 以色拉他写了历代字上下 还有以色拉记 所以他是在后面出现的人 他就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做一个总结 写下来了 所以在历代之下 最后一章 最后几节 17到23节里面 他做一个summary给我们 告诉我们说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故事还没到结尾 我们后续还有发展 后续什么发展呢 我们一起来读 17到23节 他说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 来攻击他们 就是巴比伦的人 在他们圣殿里 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 不连续他们的少男 处女 掰老人 小孩 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 加勒底王手里 加勒底王将圣殿里的 大小器皿 和耶和华圣殿里的财宝 病王和宋主里的财宝 都带到巴比伦去了 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 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所以看到这个整个城市 就完全被毁灭了 凡脱离刀剑的 凡没有被杀害的 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 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 直到波斯国 兴起来 这就是应验耶和华界 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 因为地土荒凉 便守安息 只满了七十年 波斯王鲁居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 借耶和华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 Syrus 使他下赵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在这个经文里面 你们看到耶利米被提起来了 耶利米他其实出现是在 约西亚的 Kindrosiah的时代 就是在他们灭国前 很多年前 然后那个时候呢 那个国家是一片繁华 对不对 因为约西亚他八岁就成为王了 他做了很大的改革 你们记得这个王吗 那个时代呢 耶利米已经出现了 然后警告他们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未来的毁灭将会领导 未来会有巴比鲁人 来把你们给攻下 把你们带走 可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 耶利米讲的话是废话 根本不可能发生 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发展 这样的一个繁华 怎么可能突然间就没有了呢 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 现在回顾我们过去 八个月 你想到吗 在去年十二月 报纸说 在中国有个地方 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人想过 八个月后我们还在这边 戴着口罩吗 没有人想到的到 因为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忙碌自己的生活 大家做生意的做生意 对不对 找机会工作的工作 甚至是谈恋爱的谈恋爱 结婚的结婚 从来没有人想过 一个小小的一个病毒 竟然吸卷了全世界 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说我们这样要 整年啊 都戴着口罩 你们有从小到大 有整年戴口罩吗 没有 所以会发现 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听了耶利米说的话 他们不能够接受 他们也拒绝 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不可能的事 就真的可能了 在公元前539年 我们看回一下 539年那一年 马代或者是米底 看你的版本 OK The MEDES MEDES 马代 米底人 他们跟波斯王 其实他们联手 攻陷了尼尼威 尼尼威是巴比伦的首都 OK 尼尼威就被攻陷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 一个强大的巴比伦王国 100年突然间崛起来 短短100年内 他们就灭国了 OK 他们灭了 他们先灭掉了亚述国 可是自己又被波斯王给灭了 所以100年内 他们就灭亡了 巴比伦这样就成为了过去 成为了历史 永远就不再出现 OK 当然像巴比伦的这个地方 在现今是 在伊拉克这个地方 所以那是巴比伦的 旧 旧旨 现旨 现在的地点 OK 所以巴比伦就现在的伊拉克 然后我们就记得 你们如果记得的话 在《黛音礼书》第五章 其实巴比伦王呢 你不讲 他有个儿子叫伯萨 伯萨萨 他的名字太难读了 他摆成了一个宴席 然后有人就用手指头 出现在墙壁上写的几个字 就把那个王吓了一大跳 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 OK 在那个时候呢 是属于巴比伦的时代 也是靠近波斯王国 要攻陷巴比伦的时候了 就在那个红黄的中间点 差不多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这一件事情 有人在手指上面 用手指在墙面上凸写了字 这字写了什么呢 就告诉那个巴比伦王 你快要毁灭了 在你之后 你的巴比伦王就灭了 波斯王会来攻下你 你就会灭国 OK 我们一起来读《黛音礼书》 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所以当夜 当夜 加勒底王 伯沙沙 被杀 他看到那个墙壁上的字 他当晚就被杀了 马代人大流士 Darius OK The Midi 马代人大流士年六十二岁 所以我们各位 你们少过六十二岁的 你们都还有机会 成为一代君王 马代人大流士年六十二岁 我觉得还蛮佩服他的 这个人 取了加勒底国 他取了加勒底国 就取了巴比伦这个地方 就把他贡献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这个人 马代人 或是米底人 看怎么叫他 大流士 他在六十二岁 就去管理了巴比伦 但是统治他们 是波斯国 他们就成为了一个州 OK 就好像撒老月 这样成为了一个州 一样的道理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发现从 从红色的巴比伦呢 我们就要黄色的 波斯帝国的里面了 朝代已经更替了 所以你发现 其实如果你们注意看 但一里这个人 他是在犹大沦陷之后 第一批被掳到 巴比伦的人 对不对 之一 他就在服侍 尼布贾尼撒 他的儿子 两代王之后呢 这个巴比伦 我们这个朝代就过去了 王朝就颠覆 没有了 OK 灭掉了 他就也看到了 第一代的塞鲁斯 整个被兴起来 波斯王的开始 所以他这一个人 历经了三个帝国 OK 一个就是我们北国 犹大 然后到了巴比伦 然后到了波斯 所以戴伊底他本身 所以你读到戴伊底 后面后面的时候 他就开始为了那回归 犹太人回归来祷告 OK 所以你发现 其实你慢慢在读圣经 好像开始 有点明白 这个历史里面 到底在把哪一个部分 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鼓励你们 画那个时间线 把你们读的 给塞进去 OK 你们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犹大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 这个非常的小 你们不用看太多 我自己也看不到 我跟你说 我站这么近 我也是老花好不好 天哪 这看不太到 OK 所以在历代治下 以色拉记 尼西米记 还有以色帖 以色帖出现了 以色帖从哪里来的 大家开始抓头 对不对 他们其实描述了 犹太人在波斯帝国 统治下所发生的事 所以出现在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的 波斯帝王 一共有四个人 就是第一个黄的 他叫做塞鲁士 塞鲁士 或者是称为古列 这古列从哪里来的 我不懂谁翻的 OK 就是这样子 如果很多新译本 是古列 然后中间那个网 叫 Cambuses 他这个人的事迹 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 所以没有人提到他 然后第三个是 浅绿色的 这是 大污吏 或是大流士 我觉得大流士 比较好听 大污吏 有点 那个 OK 这我自己个人觉得 他这个大流士 跟这个大污吏 这个人 他跟那个统治 巴比伦州 这个地方 那个谜底人 是不一样的人 你们要记得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雅哈水鲁 OK 这雅哈水鲁 这个王呢 其实也就是那个 封了以色帖为后的那个王 所以这个王 青色 最后呢 就是雅达薛西 雅达薛西 这个名字 太难读了 OK 然后这个王呢 就是尼西米 在做他这个 捧杯的这个王 OK 所以发现了吗 旧约的这个王 全部出现了 OK 你们也明白 这个人物在哪里 好 我们一一慢慢来看 公元前537年 OK 波斯王赛鲁斯 颁布了特令 那一年 他们在两年前 就攻下了巴比伦 所以波斯帝国 就崛起了 OK 那时候呢 这个王就很nice 他就颁布了特令 允许犹大的渔民 remnant 渔民回返到家园 重建神的殿和家园 这是他做的一个决定 OK 所以那整个重返 其实也不是 一直过全部的人回去 也不是 他是分三批的 所以你发现到了没有 他们由大人 被掳到 巴比伦是分三批 然后从波斯帝国 回来的 由大人 也是分成三批 所以感觉 神好像对三 特别有兴趣 三批 对 所以呢 他这一年呢 索罗巴伯呢 他就带领了大概四万两千人 回到了犹大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要重建神殿 其实这个波斯王 赛鲁士 他其实颁布的特令 不只是允许犹太人 如果你去读 世界历史的话 他这个王 他其实非常一个 他是一个蛮有 怜悯的一个王 OK 他也蛮厉害 他也蛮有智慧的 他就让以前巴比伦 所攻占的地方的那些 国家的民族 他说好 我是要释放你们 你们已经不再是奴仆了 你们就可以回去 OK 回到你们的家园 重建你们的圣殿 所以不只是犹太人 还有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 他还加第二条 你们回去重建圣殿之后 顺便帮我祷告 OK 所以这个赛鲁士 可能他是多神论吧 我不知道 他信很多神 帮你回去 你回去 你回去 建完你们的殿之后呢 向你们神祷告 那我就会被蒙福了 这是他的意思 OK 然后呢 第二批回归家园的犹太人呢 其实是在八十年之后 在公元四百五十八年 那个时候呢 是由谁 是由以色拉带领的 那时候回去的人就更少了 一千八百人 OK 他们主要回去呢 是恢复祭司 还有里面的一个敬拜 还有恢复神的话语 所以你读以色拉记的时候 他就在讲 我要宣告神的话语啊 我要重建 这神的这个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制度 OK 他也纠正了很多人 违背神律法的地方 包括一族通婚 他也说 这个是不允许的 他说你们要把这些 异族的妇人给放走 让他们回去 不要再跟他们继续同婚 第三批回归家园的犹太人 发生在公元前 四四四年 谁谁谁 四四四年 OK 由尼西米带领 他带领了数位工匠回去 这批人并不多 是工匠 主要回去是要修复 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从第一批人算起 从第一批人 OK 回去 OK 到 就是说从 第一批被掳到巴比鲁的人 到第一批回来的人 中间就差了七十年 神的话不落空 Amazing OK 所以耶利米的话就成就了 感谢主 我们看到其实呢 这个图表告诉你们 我们怎么是分三批回去 OK 我们看下一个图表 更感觉有趣的一件事情 有趣的是关于以色帖 OK 以色帖其实他应该是 四七八年 四七八年 他其实是在这个 雅哈水鲁的这个时代呢 他就是被封为王后的 你们记得吗 那时候呢 有个超级大坏蛋 他叫做哈曼 想要灭掉整个犹太人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以色帖就心情 他就说我们来禁食祷告 三天三夜 对不对 他说我要去见王 虽然没有王的特赦 我就死定 他说我死就死吧 所以圣经你们第一句 背的是什么经文呢 我死就死吧 OK 这经文非常好背 所以每个人都要背 OK 我死就死吧 OK 所以以色帖说这句话 后来呢 他的王就特赦他 也因此呢 就 整个就 破坏了这个哈曼的计划 因为如果他没有破坏 哈曼的计划呢 之后第二批的 以色拉的 他带的那群人 就不可能回来了 第三批尼西米 也就不可能回来了 所以整个重建 圣殿的里面呢 一定会终止 所以为什么他的 摩迪改 他就跟以色帖说 我跟你说 今天神一定会 兴起一个人 来拯救犹太的人 不是你 也是别人 你懂为什么他知道吗 因为他知道 七十年时间快要到了 神一定会把他的子民 全部带回到 耶路上的里面去 所以他有信心说 如果今天救恩 不在于你这边 神还是不是 兴起另外一个人 所以看神的计划 莫迪改 其实他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今天在他的历史里面 当你明白看到 神把不同的人 放下来之后呢 他们每个人都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即便他们当下 可能不懂 他们做的事情 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当你回顾历史看 他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重要 我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吗 第一批回去的 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人里面 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被记下来 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被记下来 神对每一个名字 他都详细地 把它记下来 他都纪念这一群人 因为爱他 愿意回到 耶路上的里面去 而且你还知道吗 对更可爱的 一个事情就是 在很久之前 我们家以赛亚 先知 他已经预言了 赛鲁士 第一个波斯王 会颁布这个特定 我们一起来看 以赛亚书44章24到28节 他这边说 这是对 以赛亚所释放的话 从你出胎 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 使詹仆的癫筐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的知识变为余浊 使我的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论到耶路撒冷说 必有人居住 论到犹大的诚意说 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场 我也必兴起 对深渊说 你干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 干沽 论居如是 他出现了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 以赛亚 距离赛鲁寺 隔了几百年 神通过了以赛亚先知 早就告诉我们 他的旨意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 对以色列流亡跟回归 有更深的了解 对不对 他们是从 大概巴比伦时代 他们是分三批呢 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然后呢 后来的巴比伦呢 就被波斯攻陷了 被吞灭了之后呢 波斯帝国就崛起来 然后波斯帝国崛起来之后呢 他的第一代王 塞鲁寺 他就很nice 他就翻布了一个 翻布了一个特令 让犹太人回来 他们回来也分三批 第一批是索罗巴伯 然后第二批呢 就是以色拉 第三批呢 就是尼西米记 所以如果你今天回去 把以色拉 尼西米记 都读完的话 你们其实对这个历史 就会更加的理解 那其实我告诉你们 巴比伦 它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OK 它是那个年代 非常蓬勃发展的 所以当波斯帝国崛起 takeover巴比伦的时候呢 整个环境是非常的 一个文明的 非常的 很好的一下 城市发展一样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但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擅长做生意 对不对 你们发现到没有 有发现犹太人到了地方 他们一定不会饿死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的话 就跟着一个犹太人 他一定可以喂饱你 OK 他们虽然失去家园 当初被掳到了巴比伦去 他们其实 在巴比伦当地 也开始有很好的发展 之后 所以第一批回去 耶路撒冷重建的 从巴比伦回到 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还带着 他们的奴隶 哇 所以跟着犹太人 你绝不会吃亏 你一定会做生意 然后你还会有奴隶 还有奴仆 非常好 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 我跟你们讲 OK 有一个犹太人 他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他在一个 非常繁华的城市里面 他就买了一栋楼 但是问题在于 这栋楼 对不对 他是卡在两间大间超市的中间 所以这很大的超市 这一边啊 这边有很大的超市 他是刚好卡在中间这一栋 瘦瘦窄窄窄的一栋楼 他觉得 我想要开超市 因为犹太人最厉害做买卖 对不对 不做买卖 做什么 做老本行 他说 太难了 因为我要跟这间大超市比 还要跟这间大超市比 怎么比得了呢 他想了很久 还是开张了 他的生意越做越好 这样可以把隔壁超市的顾客 给拉到自己店里面 哇 你知道他怎么做得到的吗 他的店里的招牌做得非常的大 上面写着 entrance 入口处 你们get到这个笑话吗 你们都没有笑 太冷了 OK 忘记话说呢 他把他招牌放在entrance 周围的人就从他这边进来 不会去隔壁的超市 明白了没有 OK 所以这是我的笑话 今天的笑话 OK 我会努力回去练我的笑话 让我的笑话更容易让你们明白 哎呀 话说回来 OK 所以其实第一批回反 耶路撒尔的犹太人 其实我们要非常佩服他们 因为其实他们 跟你们说 他们在巴比鲁里面 开始做生意 犹太人他们就发展得非常好 后来还有很多的奴隶 即便后来波斯帝王统治了巴比伦 OK 他们生活还是非常好的 可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其实是没有见过耶路撒冷 因为70年过去了 对不对 他们其实很多人 当时候是在巴比伦出生的 所以他们可能像 Ken这个年纪20岁 OK 可能是这样 不能铺路岁数 对 可能是像 这样好这种30岁 这种 这个 这个岁数的 他们没有 很多人是没有见过迦南地的 但是神呼召他们 使他们大发热心 他们内心怀着很大的热忱 然后呢 回到他们 先祖所住的地方 那时候他们回去的 那个先祖的地方 迦南地 已经不再是流奶云蜜了 他是一个荒场 荒凉之地 今天要你 今天住到山区里面的荒地 你愿意吗 你要开垢荒地耶 对不对 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今天没有神 把这个感想 感动放在你心里面 我跟你讲 没有人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神真的把这个感动 放在他们心里面 整整数十年 没有人打理的地方 荒凉 OK 可是他们当中 很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 发展生意的机会 选择去追求 放在他们里面的梦想 他们走的路 其实跟亚伯拉罕 非常相似耶 如果你们不知道 因为亚伯拉罕 是从迦勒底的吾尔出来的 就是在巴比罗下面的 他们一个条大的河的下面 所以他们走的路 其实跟亚伯拉罕 是非常相似的 那亚伯拉罕呢 回到了 到了迦南地之后呢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了一个祭坛 对不对 然后献祭给神 这一群人 第一次回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也是住了一个坛 献祭给神 所以发现他们走的路 就是当初 亚伯拉罕走的路 他们所放弃的梦想 城市的生活 跟一些舒适的生活 也是当初 亚伯拉罕所放弃的 相隔差了多少年 相隔差了1500年 可是他们还是愿意 走亚伯拉罕的路 所以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 神都会兴起 爱他的神 爱他的人 OK 即便他们不如 亚伯拉罕那么的出名 对不对 亚伯拉罕 大家谁都知道 好不好 他们的名字 算写在那 42,360人当中 可是他们的名 我们没有一个人记得 但是 神纪念他们 因为他们走的路 是亚伯拉罕 曾经走的路 他们所放弃的一切 也是亚伯拉罕 曾经放弃的一切 Amen 我们来看一下 由他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们就马上开始重建的工作 但是很快的 他们回去住了圣殿之后 就很热心 要开始 我们开始来工作吧 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是我们回来的目的 他们就很快就开始工作了 可是开始工作很快之后 他们就遇到了很大的阻拦 撒玛利亚人 也开始抵挡他们 然后他们开始重建了两年之后 他们就停工了 只做两年的重建的工作 圣殿没有建成 就做了两年 停了 一停停几年 停了14年 一停就停了14年 他们后来又用了 四年的时间才继续完成 所以他们回去是536年 他们建成圣殿是516年 一共过了20年 20年那么久 OK 20年啊 哇 我们从年轻人啊 可以想象到 看以后你就40岁了 20年 20年不短 20年 我们来读三段经文 第一段以色拉记四章24节 以色拉记四章24节 于是 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的 第二年 OK 就撒鲁士之后的大流士 接替他的王位的第二年 以色拉记五章到二节 我们来读 以色拉记五章二节 那时先知哈盖和一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于是 撒拉帖的儿子 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 耶稣亚都起来 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 帮助他们 我们再看多一节经文 哈盖书一章一节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 耶和华的话 谢先知哈盖向犹大神掌 撒拉帖的儿子 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约苏亚说 点点点 他就开始翻他的预言了 OK 所以圣殿停工整整十四年 非常长的时间 他们回去努力工作 两年就停工 然后就过了十四年 然后过了这十四年当中 其实那时候神 他就拆派了这个先知 OK 在大流士第二年出现了 所以哈盖跟撒加利亚就出现说 嘿 你们要继续工作 你们不要停太久 圣殿工作还没有完成 你们怎么可以停下来呢 你们要继续工作 所以耶和华的人听到之后 他们就被激发 被鼓励之后 他们就继续完成神的殿 后再未来的四年就完成了 所以虽然过了二十年 但是他们用了六年的时间 把圣殿给完成 中间停了十四年 就是这么的情况 当时哈盖出来的时候 他就对了犹太人的问题和情况 就说了一些话 就发了一些预言 还有一些鼓励的话 来鼓励当时候的耶路撒冷里面的人 但是重建圣殿时间的情况 他其实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 犹太人已经放弃了 加上他们分心 他们放弃加上他们分心 OK 我们来继续读 哈盖书一章二到六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 哈盖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的种多 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将功钱的 得功钱的将功钱 装在破露的囊中 我们继续看第九和第十节 你们盼望多得 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到家中 我就吹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店荒凉 你们个人 却雇自己的房屋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 天就不降甘露 地也不出土产 所以你们看到 一开始重建公寺 遇到祖兰 对不对 然后犹太人 觉得真的很困难 而且他们的资源有限 他们看到一片荒地 也那么的辛苦 哇 这么太难了 他们就放弃了 他们就停止了 OK 他们放弃了 就忘记当时候 他们在巴比伦所 有的感动 神给他们的一个热忱 和一个渴望 他们也忘记了这一些 他们原本专注 在重建圣殿 他们也放弃了 对不对 他们就开始 慢慢的分心了 很多久 他们的特质就出现了 什么呢 做生意呀 开始创业 对不对 开始寻找商机 然后开始存钱 还有一个跟我们华人 特别像的 买房子 投资房地产 有他人非常的厉害 他们眼光非常的锐利 有他人不买房 他们买地 因为地永远是他们的 房子可以随便换 所以他们很厉害 买房啊 他们就发现 诶 奇怪 我们虽然那么的厉害 那么的努力 我们赚了钱 好像去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困难 吃不饱 穿不暖 对不对 放在口袋里面 好像有个破洞 一样就掉了 不见了 找不到了 他们就更努力地赚钱 更努力地想要过更舒服的生活 他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时候 先知哈嘎就出现了 他就把问题告诉你 而且还把原因也告诉你 他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重点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们分心了 你们分心 你们分心了 你们分心了 弄错了 你们分心把神放在首位的 圣殿放在首位的 像把自己的家园 代替了神的圣殿 你们把重心 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14年过去 停工14年 有些人成家立业 对不对 有些人开始生小孩 有些人甚至是回来说 年纪大了 已经过世了 14年过去了 很多事情会发生 我们接一年过去了 已经很多事发生了 各况是14年了 但我要跟你们说 不是每一个贫穷的人 或是困难的人 都是跟犹太人一样 不代表你贫穷 这是因为你忽略了神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只不过先知 他该出现 把这个问题告诉了犹太人 告诉他们 这是你们的问题的关键 所以不代表 我们每个遇到困难 就同一个问题 明白了没有 重点是 神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 到底出现在什么环节 所以我们需要 神把预言性的话 告诉我们 先知性的话告诉我们 当然先知痕 他也很好 他从神里头那边 听到神给他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告诉犹太人 他也把解决的方法 告诉他们 我们来看 这个第五和第七节 他是说 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然后他做了两件事 哈盖书一章十三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看 哈盖书一章十三和十五节 耶和华的使者 哈盖奉耶和华 差遣对百姓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我与你们同在 十四节 耶和华激动犹大神长 撒拉提的儿子 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耶稣亚 并剩下之百姓的心 激动他们的心 他们就来为万君之耶和华 他们神的殿 做工 这就在大流氏 网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日子写得非常的清楚 开始又重新动工了 神不但告诉他们 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个非常大的安慰 对不对 神告诉他们 我与你们同在 因为神知道他们的牺牲 耶和华已经变成荒凉了 重要的是 你要恢复七十年前 所罗门那个圣殿 那个辉煌啊 跟那个红尾啊 天哪很难做到耶 就这几只小罗罗 好不好 他们带的金银财宝 是有限的 他们又没有人 供应他们木材 因为那么多黄金 留在地上 连赢的价值 都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一样 那种所罗门的时代 根本就没有重复到 OK 神明白神 安慰他们 神知道 神没有愤怒 他只是鼓励他们说 嘿 你们不要放弃 我与你们同在 第二 他这个事情就是要 激动他们的心 鼓励他们的心 不但是领袖的心 所罗巴伯 不但是大祭司 耶稣 他要激动百姓的心 当神要激动 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使 他的百姓和他的子民们 同心合一 一起领受神的感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一件大的事情 为神做的事情的时候 不只是牧者会有感动 不只是领袖会有感动 我们当作每个人 你会感觉到 一定有这样一个感动 在我们的里面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个人的故事 在新加坡的房角时 他们在多年前 他们就买下了这个威尔斯神学院 Bible College of Wales OK 就是 你们可能对他不认识 但是 因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代导者 Riz Howard 如果你懂Riz Howard 如果你懂Riz Howard的话呢 你就会认识 这个威尼斯神学院 那时候买下这个的时候 我们花了一笔钱 而且是困难重重 因为当地人会觉得 你们这个新加坡的机构 来我们这边买 我们的那个 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把它列为一个 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不算古迹吧 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遗产 非常的重要 他说你们来买的 为什么 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的牧者觉得很辛苦 觉得还要去排出重重的万难 到时候呢 我也要筹这样一个资金 来去购买 对不对 我们需要给定钱 还要做一些整数的工作 都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 我们当时教会也不是说 我们家的黄金 也不是全部丢满地的 OK 我们连银可能都没有 更何况OK是钱 但是我们还是 很多人很热衷 就贡献了出来 到时候的我 其实我没有什么feel 我觉得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去别的国家 买这一块地 虽然我在 我从20岁开始 就读Rice Howard的书 我一直知道神学院的事情 OK 当我看到他们要买下的时候 我还觉得蛮兴奋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 为什么是我们买呢 因为神没有跟我说话 神没有感动我 所以有一天我在敬拜的时候 就跟神说 神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有点很难去 很难去follow啊 为什么 因为我内心没有感动 当天的聚会呢 我们家牧者 那时候 我们的主任牧师 还跟我们说 他们不但买下 要买下这个地方 他们还买了 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Pisga 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 教会 叫Pisga OK Pisga是什么地方吗 在圣经的里面 亚伯拉罕上了 比斯加山 看了整块地 神说这块地 就是我要给你的加南地 他在猫Pisga上面看到 所以Pisga 这个地方 Pisga是山 就是这个教会的名称 这边好小哦 就这样一 这样 可能都没有我们的大 OK 当天我就看到 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就很感动 我内心就很大的一个激励 你知道吗 就兴起来在我的里面 我说哇 原来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不用买大地 我可能大块地 我没有感动 可是神给我看到 这个照片 这个小地方 我的内心完全被感动了 我就说神啊 这是我知道 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当天我就很 所以有点后知后觉 我就下去了 我的银行 就提了一大笔钱 我就 放在信封里面 我就 进去了 OK 我就觉得很感动 到今天我还是很感动 我买下那个地方 OK 所以那笔钱就给了 就有点 心痛啊 那是我的黄金啊 我可能就那一块黄金 我还是给了 为什么 因为神 激动了我的心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OK 当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叫他祷告神 神你来跟我们来说话 不要只是感动 我们家牧者的心 不是因为我们 他们是牧者 我们是羊群 我们就跟着走 我觉得神不是这样子的 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跟牧者说话 他会跟他的羊群说话 他会同时来激动 他百姓的心 所以当你们跟着神来走的话 神一定会跟你们 说相同的话 来鼓励你们 Amen Amen 好 我们回来 好 第二个问题呢 他该说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新殿不如旧殿 OK 新的殿跟旧殿 完全不能相比 我们看以色拉纪三章十二节 那是讲到的 当时候呢 他们恢复了圣殿 然后有很多祭司立卫人 组长就是见过旧殿 所罗门旧殿的老年人 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其实有些人看到那个根基 被接力 他们也是很激动 年轻人就很激动 哇 他们也哭 年轻人是 哈哈哈哈 OK 那一天呢 哭声很大片 根本不懂你是开心还是伤心 我们看哈盖书一章 一到三节 七月二十一日 耶尔华的话 领导先知哈盖说 你要小于犹大神掌 撒拉帖的儿子 所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约苏亚 并剩下的百姓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 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 岂不在眼中 看如无有吗 话句话说 很多人看完就觉得 我们这个圣殿 做的简直就是 cattle make it 大屋 小屋进大屋 所罗门的圣殿 如果你去看的话 它的照片 非常的辉煌 非常的辉煌 他们这次重建的圣殿 根本不到 所罗门的圣殿的 十分之一 辉煌度 根本遥不可及 他们回去那群当中 有先看过旧的殿 觉得哇 这些荣耀多大呀 他们看到现在新的殿 哈 这样啊 我们当中年长的人 会常常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 当你年轻的时候 会看到神的复兴 哇 看下教会的情况 啊 或者以前你的家里面 有辉煌的时代 你家族里面 可能是有很多的财 房产啊 家族企业非常的大 哇 再看你自家的孩子 啊 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 失望跟沮丧 我们都会觉得 新殿真的是不如旧殿 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没有旧的那么好 会想到 以前多好啊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神的鼓励 他在哈盖书二章四到九节 他是这么样的去努力 去鼓励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开始害怕 他的百姓开始害怕得罪神 开始害怕材料不够 开始害怕他们一切的牺牲 跟努力都是白费的 开始有点紧张 跟害怕 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 我回来是要借圣殿的 我要借得下去吗 他们在想 哈盖书二章四到九节 他这么说 耶和华说 所得八博啊 虽然如此 你当刚强 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 耶稣亚亚 你也当刚强 这地的百姓 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 出埃及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神没有忘记他的约 那是我的灵 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惧怕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他首歌 你要震动天地 你要震动沧海汗地 这句话题文 就从这边来的 OK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 必都运了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 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神他对他爱的子民说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要刚强 重点不是圣殿的大小 重点是我会供应你们 重点不是圣殿 你们比之前更宏伟 重点是金跟银 都是我的 我会给你们 不但如此 这殿充满的荣耀 将会大过之前的荣耀 而且维持给你们平安 其实说句实在话 他们那个年代 就在圣殿重建之后 他们的荣耀也没有当像 所罗门那个时候 那么的大的荣耀 我觉得他指的是 指未来耶稣 他成为神的殿 在我们当中 那个荣耀 我觉得 的确 那之后呢 波斯王其实 当时候他们停工 他们因为没有资源 对不对 因为没有钱 就停工 他们 他一把这话讲完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的确耶 万国的珍宝 真的 你在他们当中 万国的珍宝 就被运来他们当中了 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是大流氏王 第二个王 大流氏王 他之前在那边 蠢蜀嘛 在想思考一下 这个犹太人情况 怎么是这样子 他就发现 原来他之前的 王赛鲁士 有颁布一个指令 已经颁布下来了 而且他说 这些他们重建的费用 都应该从他 国库里面支取 非常的慷慨的王 所以神兴起这个 牧人 来祝福他的 以色列的人 所以大流氏看到 原来我前任的王 有这样的一个特令 对不对 他自己也颁布了 一个命令 我们来看 以色拉基六章七到十节 以色拉基六章七到十节 他这么说 不要拦阻 神殿的工作 任凭犹太人的神长 和犹太人的长老 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 我又降止 吩咐你们 向犹太人的长老 为建造神的殿 当怎样行 就是从和犀的款项中 急速剥取 供赢 做他们的经费 免得耽误工作 他们与天上的神 献凡祭所需用的 供牛肚 供名羊 绵羊羊膏 并所用的麦子 盐酒油 都要照 耶路撒冷祭司的话 每日 供给他们 不得有物 不得有物 好叫他们献心相寄 给天上的神 又为王 和王种子的寿命 祈祷 OK 虽然他是有 他自己的目的所在 但是你看到没有 他刚才说 万国的珍宝 会临到你 神会供应你们 一切建造的所需的 这个王 在之后 就颁布这个特律 你说好 继续从我们 国库中的经费 支取 你所需要的 一切的献祭的祭物 我们都会 每天供给你 重建圣殿 是神的旨意 也有神的供应 Amen 所以感谢神 好 我讲了那么多了 我快要结束了 你们流汗了 流汗了没有 多那么多的经文 OK 我相信你们今天 对讲古的内容 应该有更深一点点的认识 更理解 Amen Amen 都是有大的鼓励 OK 我们其实发现 神他真的是 非常的信实 他非常爱以色列的人 他带领 供应 他其实爱护他们 即便他们被掳去七十年 但是神说七十年 maximum 你们就会回来 也的确 神做到他所应许的事情 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 有大人从巴比伦 返回伊勒撒冷之后的经历 我们当初 我们当初应该有很多 有类似的经历 OK 我们当初曾经有些人 曾 从神手中领受 非常清楚的方向跟指示 因为心中的感动啊 或者是想要为神啊 为教会放弃一些事情 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跟我分享 他们家族为了教会 就贡献了一块地 嗯 可是觉得后来发现 诶 这使用者 好像不太 使用得不太成妥当 感觉有点后悔 可是你知道吗 他还是说 我还是觉得 我们为神做的这个心意 神是看见的 我也阿们 OK 我们的心意 神感动我们 即便后来可能发展 不如我们预期 但是神还是看见 我们当时候 那个动作里面的热忱跟慷慨 神接纳他 也会因此来回应我们 有些人可能因为拦阻 OK 你们的生活 有遇见一些拦阻 一些困难 很难解决 所以感觉内心很失望 想要放弃 或者你们 想要放弃对神的坚持 有些人甚至是回想过去发现 诶 这一路走来十多二十年 特别是我们这超过三十岁的人 OK 过了信主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 诶 我好像已经分心了 我似乎好像对神的热忱 好像剪了很多 不像我年轻的时候 哇 我爱主 我为主做什么都愿意 像好像比较成熟一点 比较有智慧一点 比较会思考一点 比较缓一点 你知道吗 但神还是要我们继续的 对他的心意不改变 不改变 对他的热忱 还是不改变 即便我们的表达方式 会改 但是我们对他的热忱 永远不变 有些人你们会认为 自己好像不管怎么努力 都不像以前那么好 OK 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没有以前那么可以 可以达到那么好的一个表现 感觉真的是 以前的生活 真的好像比现在还好 你会想到以前过去 好像真的是不错 为什么会轮到这个地步呢 或者有些人觉得 失去自我失去了目标 好像一无是处 比起别人 好像没有那么好 比起自己的以前 更加不好 好像没有什么作为 但是我今天觉得 如果今天神通过这篇道 虽然很教导性质 感动了你或眺望你 我要告诉你 我要用神的话来鼓励你 你要刚强 你要刚强 因为神与你同在 因为神与你同在 如果你今天愿意跟神走的话 我告诉你 你未来的日子所看到的 必定会比过去的 更加的美好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日子 是神与你一起同行的 你过去的日子 可能你没有与神同行 但是未来的日子 神必定与你同行 因为他说 我必与你们同在 我必与你们同在 星期五的时候 那我们有个姐妹分享 然后牧师在总结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姐妹的分享 跟我们做一个鼓励 他说很多时候 我们把终点 我们把眼睛放在终点 The destination 那比如说年轻人 终点什么 读书毕业 那工作呢 想要成家 想要有一番事业 有一个作为 那年长的人呢 安安乐乐 过完我们的生活就好 看到下一代平平文文长大 我们就很开心了 OK 虽然终点很重要 但是 我们其实要看的是整个过程 终点给我们方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要陪伴着我们 这个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一路走完 到了终点 却没有神 你往回头看的时候 你有一天会发现 这个好像白走了一招 有点可惜 所以未来的挑战 不论多么的困难 你可能是搬新地方 换新家 新工作 甚至这样一个 这个疫情的情况 你可能得调整你的生活 但是未来如何 神要与我们同在 阿们 阿们 其实犹大人 他们还没有被流放到 巴比伦的时候呢 神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 通过耶利米的话 通过伊萨亚的话 他已经帮他们 铺了一条很好的路 也让他们知道 你们是一定可以回得来的 这条路风风足足 没有欠缺 虽然可能比较之前的 没有那么的辉煌 但是这条道路 还是神供应的 他也帮助我们要完成 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旅程 所以不要小看他 所以今天不论你 今天在存什么环节 远离神的 失望的 分心的 觉得自己不配的 OK 所以不要害怕 今天神要告诉你们 不要害怕让我失望 那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 神放我心里面 他跟你说 不要害怕让我失望 我们很多时候很努力啊 想得到神的赞赏 OK 其实神很OK的 祂对我们真的很OK 只要你愿意让祂陪你走 祂就会慢慢的 慢慢的帮助你 所以不要很急着 想要得到祂的 这样的认同 做很多事情 可是祂其实你在你旁边 就要跟你说话 所以不要害怕 自己会失败 神祂说 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我要与你们同行 感谢主 所以在整个历史的里面 我们看到神 陪着犹太人 我们今天可以领受的一件事 就是神 一定会陪我们走到底 我们未来的路 祂就帮我们铺好 所以不用担心 Amen 好我们站起来 以下来回应神 所以我们今天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今天知道 原来在你的计划的里面 是满满的恩典 跟满满的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在你的计划的里面 是有那么丰富的供应 这供应来自于你 也跟我们说 你必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你的里面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没有担忧 我们没有沮丧 没有失望 我们知道这条路 还有未来 还有明天 只要你跟我们说话 我们就有指望 只要你带领我们 我们就有盼望 所以即便明天的路 或许很难走 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一个过渡期 是一个新的调整 或者是我们未来 一段时间的路 可能很困难 但是我们愿意 让你带领我们的脚步 所以主 我们今天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与我们同行 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主 我们今天要回应你 我们今天说 神啊 我们也要 与你同行 我们也要与你同行 我们要与你一起来 统筹我们未来的道路 指引我们 引领我们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感谢主耶稣 我们到高波耶稣 祢说祈求 我们一起来说 阿们 阿们 谢谢主耶稣 我们一起来拍摄赞美他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